這超級崩潰的 我好想哭現在 你好我是Mira 今天我在明洞 還有我的台灣朋友 對然後我們今天就是在聊天的時候 然後突然發現明洞好像多了很多台灣的食物對不對 所以現在就要來跟大家看一下到底明洞有什麼台灣的美食吧 我們現在第一間找的是 就是我自己影片都有拍過的 就是一個山明治 這裡喔 我們快要走過了 這在這裡 這有點小間喔 你有吃過 我吃過 你覺得好吃嗎 還可以 但是我沒有吃過台灣的 你好 你好 那這一次就買了 真的嗎 真的嗎 那這也沒有啊 這也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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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有多久了嗎 2月 2月 對 寒冷了 寒冷了 啊 啊 欸可是 我沒想到我會賣完 我現在快八點 然後他說他就賣完了 很可惜 可是我覺得洪瑞珍好像在韓國真的滿紅的 因為首先他的分店很多 然後我很常經過他們的店他們都會賣完 所以我覺得 洪瑞珍應該就是在韓國是真的滿受歡迎 而且我的朋友啊 就很多看到我在吃 哇 洪瑞珍 聽說很好吃 而且很便宜 他們都跟我說很便宜 因為我吃過韓國的也吃過台灣的 我比較喜歡韓國的口味 因為韓國的它的調味有變比較甜一點點 所以現在第一個在韓國很紅的台灣美食就是洪瑞珍 在洪瑞珍的旁邊呢 我發現了 就很快的發現了第二個 它其實以前是台灣的 可是現在變成了韓國的 就是共茶啦 可是我覺得 它變成了韓國牌子之後 味道有變好 就有變比較受歡迎嗎 我覺得其實喝起來跟台灣也要一模一樣 不管說跟在台灣的 還是在韓國以前的 韓國現在的 我覺得 我自己喝起來都覺得什麼都一樣 我不同意 因為我以前喝共茶的時候 我覺得 超難喝 中國在機場喝過 我在宏大喝過 可是自從 它就是開始被韓國收購 還是準備收購的那個時候 開始有變好喝 因為我真的喝很多家 因為我其實蠻愛真的奶茶的 我覺得它自從變成了韓國的品牌之後 它的味道 就是有多不同的 比如說什麼 巧克力 草莓 這樣子 什麼夏天的系列 什麼 都我覺得都蠻好喝 都不錯喝 大部分人還是覺得 珍珠奶茶是台灣的東西吧 對 所以珍珠奶茶這個台灣飲料 在韓國來說也算是蠻有一席之地 好喝 好喝 第三個 就是 我最近超級愛的飲料 黑糖珍珠鮮奶 真的超級好喝 因為我身邊的人幾乎就說 那個鹿角香最好喝 就是到了到了到了 哇人好多餒 其實我是來韓國才知道鹿角香這個飲料店 但是我是台中人 對 我又騎過我 這附近有朋友 然後大多說 在中國也有 在馬來西亞也在哪裡 到處都有 後來問了我台北朋友 他才說 韓國會不會還蠻有錢的啊 然後他現在分店超多 好多 那要加老口糖 下次去喝 老口糖我還沒喝過韓國的 因為我在台灣喝 我覺得很多都變不好喝了 前陣子在開幕的時候 然後人也是排超長 我就覺得 算了我不想去 反正在台灣和韓國也沒有怎樣 那在韓國應該也 不會怎樣吧 我就有可能 經過如果沒有人的話 就喝一下吧 然後他已經把 明洞附近幾乎所有黑糖 奶茶都喝光了 你還是覺得這個鹿角香最好喝 對 包括是我身邊的人 人家最高 我自己覺得也還不錯的 就真的是鹿角香 對 奶茶很濃 然後他就是不能調冰度 那個甜度 他的珍珠也是 就是馬上做 還是溫熱的那種 所有的調味 我覺得是剛剛好 其他的 我覺得有點怪怪的 飲料的話 不能喝太甜 可是他很濃郁 可是不會到太甜 等了好久 終於買到了 這裡 鹿角香 他們有說 先不要咬 先喝一口熱的 然後告訴你台灣人都怎麼做 他把吸管帶綁在這個 為什麼 方便啊 真的很愛他 我 你也很愛他 其實我直接就會把它這樣子 混合 我覺得我不會管他 我要分開 不分開 這個就是我最愛的 台灣式 的黑糖珍珠鮮奶 為什麼我現在不喝 因為可能大家聽到我的感冒 鼻音很重 然後我們其實剛剛等了超久 其實韓國沒有很多東西需要排隊 可是他是其中一個 我還是偷偷喝了剩下的 因為很渴 忍不就不喝 我們突然來到了這個 是因為 本來剛剛我們講的那個雞排 朋友他很常經過明洞的時候 他說 都會看到有台灣的雞排 這個路邊他有台灣雞排 我覺得很神奇嘛 然後想說 嗯那我今天就是要去買一下 結果 我逛了整個明洞都沒有耶 就是在網路上找了一下 發現那個Rotteria 最近Rotteria也出了台灣雞排 好然後我們又去了明洞的Rotteria 發現原來是他有線不同的店才有 啊 結果他們說原來不是每間飯店都有的 所以呢 明洞也是不好的 坐得最近明洞的 是這個Sukuri 所以我就跑過來了 好累喔 專門為了雞排跑過來了 欸這個影片真的 不容易啊 跑來跑去 為什麼沒有 等一下為什麼會這樣子 剛剛那個店說是Sukuri 我們在網路上也看到是Sukuri 可是剛剛那個職員說 就是根本就沒有 我為什麼這樣也知道 我覺得心好累喔 好好不開心喔 為什麼今天所有的雞排都會沒有 傻眼傻眼 好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那個附近還有一家Rotteria 所以我們現在就去那個Rotteria 今次沒有 已經不成功了 分成功了 分成功了 有的 不成功了 原來是有的 分成功了 兩月一月 再有 所以 嗯 讓我們來看看 好 今天幾乎是過了兩個月吧 因為我來到明洞 然後尋找那個祭牌 發現呢好像也是沒有耶 就不知道為什麼 我來兩次兩次都沒有 然後他說幾乎每天有的 看常看過他 但是只要你來找的時候就沒有 我是超級崩潰的 我好想哭現在 我們又來到這個Lotteria了 有耶 我好感動喔 我好開心喔 他竟然有雞排 好開心喔 然後發現蠻好的因為他是現在 然後我們等了 就都有一陣子 然後他現在是超燙 就是不會燙到的狀態 然後就買了一個原味一個辣味 然後還加了兩個洋蔥 跟起司的粉 然後我們先來試吃一下原味 給大家看待一下 這個蠻大的耶 因為是他告訴我說現在Lotteria 就是全部的分店 就已經有開賣了 然後他說辣味比原味好 就是原味會吃起來有點清淡嗎 可是聞起來很香就是 其實用聞的話 不太像台灣的雞排肉 嗯 可是我覺得他的味道夠鹹耶 可是我覺得他的肉質很不嫩 可是我覺得他的肉質很不嫩 台灣雞排應該不是這樣子 台灣雞排是夠好夠嫩 像那個麥當勞那個雞塊的那種 可是麥當勞比較好吃 就是因為麥當勞比較軟 可是它是有點 就沒有脂肪的那種感覺 可是我覺得味道來說是好吃的 我覺得這個洋蔥味就是 你吃洋芋片的那個洋蔥味 你平常吃洋芋片的那個洋蔥味 可是我覺得加了沒有加分 要不要加個起司好了 嗯 你吃一口就會覺得很膩的那種起司味 我個人沒有很喜歡 我也不喜歡 它是有點甜甜的 好像奶奶的那種粉 我覺得就是原味來說的話 不加粉比較好吃 好這個辣的辣的是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有點像 也是麥當勞的那個 那個什麼雞腿棒那個 它的肉比這個嫩很多 它的厚度也比這個好 然後它的辣 嗯 比辛拉麵辣一點 就可能吃不了辣的朋友就會覺得 喔 蠻辣的 然後加粉 就做了一個甜味 我覺得不加粉比較好吃 你覺得 這是跟台灣的雞排有像嗎 還是有什麼差別 其實不像 你怎麼吃它就是素食店的雞排 我覺得它就是外型很像 可是它裡面沒有做的 真的在台灣可以吃得到那種感覺 在這邊寫的是 韓國市那個拍型的雞甜點 它連名字都是雞排 就是雞排嘛 所以很明顯就是 就想要把台灣的那個雞排 帶過來的感覺 可是 沒有太做得到 用台灣的雞排去做發想 都做成韓國式的 其實我覺得好吃的 只是它不像 嗯 那所以我覺得 蠻好的地方就是 就算其實味道 沒有到太像了 可是 至少也可以把台灣的東西 有慢慢的滲透 在韓國 然後 讓韓國人更認識台灣 我覺得是一件蠻好的事啦 因為可能很多東西 就本來要先去台灣才會知道 可是現在就在韓國就可以知道也蠻好的 反正這個影片裡面都有看到 就是 現在韓國原來有在賣這些台灣的飲食 那如果你是 可能是韓國的台灣人 然後 你突然很想家的話 那 來吃一下這些小吃 也是 可以稍微的 解一下你 思相之情吧 那好了 今天的方法就到這裡 喜歡的影片的話 幫我留言指我 記得按讚我 按讚我分享到FB 記得按讚我分享到最後的影片 記得按讚我分享到最後的影片 那我們下次見啦 拜拜 在發什麼的 你好厲害 我在想到口令嗎 我現在很正常在聽耶 你聽不懂啊 不要 沒有